我国毒榴莲消息疯传 榴莲园主和商家怨声载道 他们赶紧跳出来澄清 让消费者安心吃榴莲 就有榴莲商贩指出 在6月跟7月是我国过去5年来 榴莲产季最好的时期 而且出口到新加坡也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他认为网路上所流传说 我国榴莲有毒的传闻 完全是子虚无有 现在价钱榴莲之前会因为那么低 是因为这5年 就是Zhoho那边 这是近5年 它的产量是最丰收的一季 就算说我们鹏鹏州的产量 没有它们那么多 但是因为市场的demand and supply 所以造成它的价格也要跟着低 出不到去中国是因为农样的话 这样子正常的道理来说 我们也出不了去新加坡 新加坡的那个农检局 应该也不会逊色于中国吧 针对毒榴莲传闻 大部分民众表示不担心 直呼网路谣传并不可信 也不会啦 现在都是榴莲的季节 人家也是这样吃 都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好 就有除草啊 吃肥啊 然后就照顾这样子哦 给我听 今天你有准备的那个锅量的鞋 没有啊 你完全不担心 不担心 但是也有民众认为 不可能空穴来风 如果想要解馋 它们会选择可靠商家购买消费 它们是要赚取多一点利益啊 怕它们的榴莲有虫啊什么这样啊 所以可能 我觉得会有可能 不管怎样 新加坡农粮与兽医局已经证实 我国的榴莲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消费者大可放心享用 八度空间 张一慧 彭亨文东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